每当新旧王朝更替,都会有一些啊,缅怀故国,引顿山野的人,这些人宁愿老死荒郊,也要为故国守洁,不愿意改世新朝,我们把这样的人称为移民,前朝的移民大多被视为坚守中义的楷模,比如伯夷淑琪,不识周素,饿死守阳山呢,被称为千古典范, 但同样作为移民呢,元朝和清朝的移民却一直挨骂,朱元璋建立明朝,江南却出现了大量的汉人知识分子,为元朝迅捷,有的甚至追随元顺帝北走草原,清末的张岐干就写了一本《元800移民诗勇》,记录了850多名做元朝移民的知识分子,按照大家以往的印象,元代的世人 人如生,那生活的是苦不堪言,八仓九如十盖,还有人分四等,如果真的是这样,那这些做元朝移民的儒士啊,在逻辑上就说不通了,其实以前呢,我就讲过,元朝人分四等这件事是根本不存在的,没有任何点章记录过人分四等,元朝啊,讲的是跟脚人,有背景的人, 有背景的就好混,和其他朝代啊,没有区别,至于八仓九如十盖,那是宋移民啊,对元朝的牢骚,古人啊,没有民族观念,华谊之变,也是文化之变,唯独啊,对君臣父子定位不宜啊,朱元璋认为元朝宽纵,这才施了天下,因此啊,他要以言行郡法治国, 这么一来啊,知识分子的日子啊,反倒不如前朝好过,就是这些原因,才产生了大量的元朝移民啊,朱元璋在武力上取得了胜利,但元朝移民啊,有元朝移民的看法,你赢了,但我们不服。